在外面出摊 实际上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一个女人 有人帮你吗 就是你一个人 那你这么辛苦 你老公有没有去看你呢 我在那里摆摊 认识人多了嘛 反正他一说就是 怀疑你在外面有男人 对你有什么不放心呢 假如说我在那里摆摊 有一个人坐在这里旁边 坐久了的话 他马上过来 地之音给人家 你贴模样 这个是我老婆 要来我老婆这里贴 那他这个做的还挺体面的嘛 他并不是用一种 很粗鲁的方式 去拒绝这个客人 而是地上一支烟 然后呢 用一种方式 告诉人家 这是一个名花有主的 这么一个人 很艺术嘛 但是呢 也同时可以看得出来 他实际上是有一些担心的 以前担心 现在不担心 以前确实有担心 反正你就是跟个男的说话嘛 你就是借 跟人家男的说这么久 有什么好说的咯 我跟女人一起 他都说人家 这个女人不是好的 那个女人不是好的 你为什么会怀疑他呢 有一次啊 回到家里面咯 要经常回家进货嘛 他说 晚上十点啊 叫去那等他去接嘛 车子哪里不见 想下手了打电话 他都不接 最后晚上没回来 是吧 一路打一路问 一路打一路问 你到哪里了 你到哪里了 我听到我都不舒服了 那天你到底去哪了 住什么事了 就是因为你不想回去 病人他催催催 那个样子怀疑你 我看到我就不舒服 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 是很容易解释的 就是说 你说什么 他不会相信 他爱怎么想怎么想 他认定 我就是在外面有男人 反正我也不解释 第二天早上 我九点钟要打电话 叫我去信医院 叫你去干什么呢 他说去检查什么东西 想证明了清白 意思 是啊 我是做了 我心里不舒服 那你又有什么必要 非要去通过这种方式去证明自己呢 那只有这个才能证明呢 其他办法 你说什么都没用啊 你一方面又说 你不在意他怎么看 但是他逼你骂的 你在旁边 捐到你后面 追着你骂 这个信息呢 你看他发的信息骂的 一排下面 这是在什么情况下 发了这么一堆呢 这是我带我的小孩 一起回家嘛 走了打电话 他都不接 不接的发信息都要骂你 反正三天两头在家 喝最久的三天两头都骂 我看到了 前面是在不停的咒骂 骂了很多很多很难听的话 但是 我突然发现 到这里话风转了 说的是 在你心里我好差 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你 话多无用 我不要你原谅我 真的 我只要我女儿好 我女儿好 什么都好 接下来又发了一段 我心中也懂 我们把某个地方的那个房子 卖去好吗 27 28万全给你 前提 要对我女好 紧接着又来一句 我这辈子感谢你 给我生了两个宝贝女 然后 到了5月14号 应该是还没有理你 还没有接你的电话 又很急 但是没有骂了 然后到了5月15号 又来了一句 我懂 我对不起你 我也知道你不在乎我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在乎我们的女儿 哎 反正这三天两头这样子嘛 我从这一长串 没有回应的这种 短信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他不接电话 他没有任何回应 是非常刺激你的 就是你吵架都找不到一个回应的 你好像是对着强吵 所以我现在感觉到了 对于韦先生而言 我觉得真正最打倒你的 最刺激你的 不是跟你吵架 不是骂你 而是冷漠 刘女士这边 纯粹的就是一种 对于对面这个男人的一个 不想搭理 反感 但是刚才魏老师看到的 刘女士手机上的这样一段内容 就是韦先生在 几天的时间当中的情绪的变化 其实我觉得这个恰恰说明了问题 这种情绪我们看到了 有狂躁 有冷静 有反思 有示弱 有示好 你那个时候是一种 特别特别 孤独 无奈 无助 就好像把你一个人 关在一个黑漆漆的房子里面 不给你任何的元素 不给你任何的工具 你总觉得我周围是不是有敌人 你可能这个时候会抽出刀子 一气乱砍 说周围有敌人 我要干掉你 但突然有一下安静下来 又说可能周围没有敌人 我好可怜呢 我一个人被关在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人给我回应 女儿也被你带走了 你作为我的妻子 也不在我的身边 甚至连消息都不给我 就是这种情绪的起伏 就纯粹的是一个人 在孤独和没有人搭理的时候 是一种内心的 真实的一种活动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 反差这么大的一些反应 他的手机是密码的 我没有资格看的 微信他任何人都要 我也是任何人都要 反正我们两个人不同 微信的 也不互加好友 没有 不了解对方 在干什么 最近是什么样一个动向 没有 都不知道 我不想家 你不愿意看 看了你都不想看 在伟先生的心里 刘女士你是我的老婆 但是我们请注意 那个时候刘女士已经开始 攒钱要为自己买房子的时候了 接到伟先生的短信电话 你会怎么想 这是一个讨人闲的男人 但是他是我孩子的爸 就成了一条鼻涕虫了 所以刘女士的反应就是 我不接电话 不回短信 我也不告诉你我在哪 我就不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 所以看看你们俩的关系 那还是夫妻关系吗 伟先生 你没有想到这些危险 已经步步逼近了吗 已经是危险了 我知道这个东西我懂 刘女士对于丈夫的电话和短信 说不理就不理 丝毫没有女人心软的毛病 冷酷到底是有女士太无情呢 还是丈夫很过分 那这几年你的老公在干什么 上一天休两天 他忙着去打牌 忙着喝酒 有时候应酬 也有时候心烦 我一信上面 满把都是除了吃喝完 反正就是那些样 其他没了 你是在攒钱 他是在消耗 到上一个月才知道 曾要四年去贷款 贷了三万块钱 不知道哪去哪里了 你怎么知道的 是那个人打电话 到我手机上来了 他说你老公借钱了 要还那个款 怎么不还 我听到我那个气呀 这里借 那里借 每年去取公积金 一万多一万多了 不知道哪里去了 他的公积金每年都可以取吗 可以呀 买房的话可以取啊 反正只要知道哪里有钱吧 他就想尽 千万百就把他搞进 你的钱上哪去了 我拿去外面做生意书 讲好听的是做生意书 讲好听点是做生意书了 事实上就是 陷到那啥里边去了 是吧 算过账没 到底多少啊 差不多四十万吧 输掉的还真不少 快输出他一套房子出来了 我变成渣男了 变成富婆了 那是啊 你竟输 而且输得还大 人家慢慢的一针一针的去挑土 也能挑出一座小山出来 那他造型厉害没用啊 我也不得用你去 刘女士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什么公司跟你打电话 找到你 你帮他还了吗 我没那个能力 我说你不要找我 你去找他爸妈吧 他爸妈能力大 妻子早出晚归 奋力拼搏 丈夫却在吃喝玩乐 疯狂败家 夫妻俩的价值观和人生方向已截然不同 那么他们的婚姻是否已到了说分手的时候 到现在呢 我还是想问一下 你们的诉求 有没有什么变化 能分就分吧 不给他一个机会吗 给的机会太多了 没改过 变本加厉 天天喝 天天醉 每天都是两三点这样子吧 闹吗 闹啊 凌晨两三点这样子吧 他都把小孩拿出来 叫我们这边的房子 来闹 来骂 反正喝醉酒了就是这样子 那晚上我打电话了 他不接我电话 因为他那个门了 他是指完的呀 我女儿他有指完 然后呢 要去那骂他呗 是半夜里吗 是 多晚呢 可能有一点多吧 一点多啊 喝酒喝醉了 借酒装疯 没喝醉的时候 可能还没这个胆量 一点钟跑去闹 我知道啊 也蛮丑的 第二天我觉得好丑 第二天酒醒了之后 觉得这事挺丢人的 他刚才说到了 你没有改变 说你还是喝酒闹 你是怎么想 我懂我对不起他们 我们从年纪来的 无所谓了 但是 等你把早受苦 我说的是心里话 想给孩子提供 一个完整的家庭 为了把早 肯定有这个想法的 支持 他们两个人 好好过下去的 请举红牌 亮红灯 觉得他们还是分开好的 请举绿牌 亮绿灯 举牌 亮灯 绝大部分是 红牌 但是呢 也有五位 举的是绿牌 有四位评论员 是不支持你们在一起的 维先生 你在不停地 抖腿 从你的这样一个身体的动作 反映的是什么呢 你面对自己 做的一些不恰当的事 你的内心是非常放松的 你好不在乎 我猜测 你还有一个情绪在里边 略微 有一点点小的炫耀和得意 你此时此刻心里头究竟怎么想 能告诉我吗 难受啊 难受 你又在抖腿 没有习惯 习惯性的 你这个习惯真的不好 我就觉得你对于这个事情 你真的很不在乎 很随意 不是的 你的内心真的让我看不出来 有一点点难受 知道吗 女同志生活上 其实很艰难的 也很自强 所以我很同情女同志 往往一个家庭搞不好 都是男同志原因比较多 一个恶习不改 几番几次 给他机会 他都不改的 这样很痛苦在一起 分开有时也是一种幸福 所以我同意他们离婚 刘女士 贴手机膜 是用五年的时间 买了一套新房子 是吧 您的新房子多大 136.5 韦先生第一套房子有多大 98 这就是一个很宣明的对比 就是一套98的平米 是在父母亲友贷款 资助之下买的 但是过了五年之后 一间更大的更新的房子 是靠妻子的双手挣回来的 在五到六年的时间里头 一个男人在败家 输到那么多钱 一个女人凭自己的双手 买了房子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我在旁边我看着 我都觉得很感慨 就是女人当志强啊 当男人指望不上的时候 她只能靠自己 我非常非常的敬佩 刘女士 我也为 为先生感到惋惜 因为你好像并没有珍惜 您身边的这个女人 您在台上一直还在 为一些 你们家庭中 经济上的事情 在堂舍 在辩护 其实不需要辩护了 一个打大牌的人 一个觉得 一个月挣两万块钱 都不算多的人 在自己的妻子面前 这会儿 我觉得是没有尊严的 是您自己 把自己的尊严给弄丢了 刘女士 你骨子里也不是 所谓的女强人 你之所以 在过去的五年的时间里面 这么拼命 这么辛苦 就一个原因 你对这个家庭失望 你对这个男人失望了 你需要自己 有一些积蓄 有一些积累 来保障你后面的生活 而这么一个举动 也是被对面这个男人逼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 给你任何的安全感 是哪一句话触动了你啊 句句话都说的那个 句句话都说到你心里去了 你也不想这么要强 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如果可以的话 你想不想做个小女人呢 谁都想 好的 谢谢我们 帮帮帮和评论员们的 智慧发言 本节目由 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被动力乳酸菌水 冠名播出 感谢盼盼食品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是否想做小女人 这句话 说中了刘女士的泪点 即使相信靠男人 不如靠自己 内心也包裹了层层坚硬外壳 可刘女士 其实也希望 有个宽厚的胸膛 可以依靠 对面这个三十多岁 还有点孩子气的男人 在这段关系中 有希望 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 其实发现 韦先生身上 亮光还是不少 你注意到没有 你也点头 只要是在婚后购买的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不是 更增过的